出門在外 車子難免會受到傷害 我們來看它的商事有多產業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敲到的這個大凹縫 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光線 這個就是它板經凹陷的凹痕 我們看到這個小圓圈 基本上好像還好 那我們就來讓它更嚴重一點 我們就來假裝它已經雷殘了 那等一下開始噴機前呢 我們要先把它拆解下來 好 那我們開始吧 好了 在第一個階段 我們已經簡單的把零件拆下來 看你如果是油箱的話 就把汽油漏掉 如果今天你是汽車的保險桿的話 那就把一些髒東西清除掉 第二個階段就是你要把 就有的錫跟這些傷過的傷痕 這些刮傷 用研磨的方式把它磨掉 研磨的時候啊 我下面通常會放一個軟墊 當你在研磨任何東西的時候 你不怕下面的 它的板面是硬的 所以你在翻動的時候 你會重複的去撞擊到它 把炒漆面盡量能夠保持 越乾淨越好 研磨的方式之前有介紹過好幾種 比如說用紙巾鋼去除氣除袖 用水沙槽去把它磨掉 或者是第三種用SANDA 個人的習慣在使用SANDA的時候 在後面會接兩條管線 一個是吸塵器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空壓器的管線 這樣子呢就能夠保持 你在研磨的時候 它同時會吸塵器 然後它就這樣 你看剛剛你其實幾乎看不到 有任何的痕跡 我們這次用的就是用SANDA 然後它們的砂紙 它們砂紙的孔隙很多 它在研磨的時候能夠同時 幫助你把氣往裡面吸 那除了上面這三種之外呢 你還可以使用第四種 就是用手去磨 如果你是一個男子漢中的男子漢 你的右手特別健壯的話 你當然可以好好地磨它 在研磨的時候呢 有幾個重點要記得 知道 磨要磨得夠深 要把這些被敲到的地方 盡量地把它往裡面鑽 像這些有螺絲的地方 要特別注意 你不要去磨到你的牙條了 好那我們就開始研磨囉 記得要戴上你的防護面罩 還有戴上你的眼罩 因為是研磨的關係 所以你只要戴這種 防塵式的就可以了 我個人比較不傾向於 推薦大家用拋漆式的口罩 第一個是因為 它顧慮粉層的效果 它並沒有這麼樣的高 那第二個其實是 你每天一直拋棄拋棄使用 不管你是用N95 或是你用一般那種方形的口罩 通常用完就丟掉 我個人覺得不是用環保 要承受長期使用的面罩 它能夠更換設備之外 再來是它這些消耗品 它們都能夠獨自拆銷 比較重要的是 它戴起來 讓你的臉部會比較舒適 那你幾乎會聞不到任何的粉層 所以今天你如果就算去挖大便 你只要戴上這樣子的口罩 幾乎你完全聞不到 而且聞到的空氣 比台中普關的還要新鮮 當你在研磨的時候 記得你的SANDA 不要用僵質的方式去研磨它 盡量要去貼平 要研磨的表面呢 它的弓箭 它才不會被磨得一弄一弄一弄的 SANDA上面它會有一些 調整速度的鈕 所以它基本上是調整它的出氣量 所以今天你如果把它調小 啊啊啊啊 那如果今天你把它調大 啊啊啊 馬力不一樣 很憑你的手感 如果今天你的力道強到你控制不住的話 那就把它調小 如果今天你研磨的速度非常慢的話 啊啊啊啊啊啊啊 像這樣子 大家就把它調大 如果今天你研磨的東西 是它這種邊邊角角 請不要用你的 盤磁移力去撞它 因為這樣子會傷到魔鬼気的這個盤 這個時候呢 在往上買過這個東西 我原來在網購嘛 在這種邊邊角角一些奇怪的角度 你都可以用這個東西 它有很多頭啦 基本上它的頭有非常多 大家可以往路上繼續走 在走這種奇怪的角度比較邊緣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震動的方式 那如果在一些太細節的地方 當然你可以用手動 因為是小小的地方 所以通常工具一定是由大換到小 最大的東西做大型的煙磨 然後到中型的 然後之後到小型的小型煙磨 好 暫停一下 大家可以看在這個地方 已經磨到金屬的粉身了 其實因為這一下就是我在尻 尻的太大力了 在這個部分呢 待會我們要特別的處理 再做完研磨一次之後 基本上還會再上一次汽車的底細 那汽車底細它到底能夠幹嘛呢 第一個 把你陷在研磨的表面 做一個粗黑的附著 讓它跟有顏色的面漆 做一個中間的一個橋樑 那面漆它還能夠幫助你判斷 你在研磨跟修補還有補土的時候 你的高低點它的陰影的落差 那這件事情就非常靠專業了 大家應該知道 厲害的烤漆師傅 跟不厲害的烤漆師傅 他用一模一樣的工具 但是烤漆還一個萬一都起刷 一個就是非常的平 平素跟平滑 這個就是手感跟功力上面的問題 好 剩下一點點 我們就一觸把它磨完吧 現在進行到了睡覺吃宵夜下班前 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補土 這種補土呢 我的經驗是不管你再怎麼密封 它早還是會乾 建議大家就是用一些 你會用到的量的 不需要買到太大團 操作補土的時候 還是要戴上 防化學的防護面罩 本身也是有揮發氣質 這個東西在使用前 記得要攪拌均勻 你就是才會在裡面 給它拿拉勒 通常補刀有兩種 一種是日式補刀 一種就是橡皮的 我們也講寶貝啊 它有分橘色跟藍色的 軟硬度不太一樣 照大家喜歡的手感 其實都可以啦 會補的人 想說哪個補 哪個塑膠片也會補 我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個 屬於自己的小木板 我曾經有一塊超漂亮 上面有各種顏色 結果有一次我一個小徒弟 他媽傻傻的以為那是垃圾 我把它丟掉了 害我傷心了好多的 它一桶 大概就配一條 像這個小牙膏一樣 所以以目測的比例來說 將是50比1嗎 主計在夏天的時候 你可以用100比2 欸就是50比1耶 猜對了 那你在冬天的時候 可以用100比3 不太缺的話 可以用變質層來測 這一坨就大概是 半個小手掌的份量 然後你再加上 一粒花生米的大小的夠 把它均勻的混在裡面 擺它 這個白色跟黃色 它一定要弄得很均勻 那我們以前會有一個落巴的 這樣這樣子 你可以把它拖開來 拖開 然後從外面撿回來 撿回來 撿在刀上 好抹下來 再拉一次 後面撿回來 這樣子 那你可以拿一個小鉛筆 稍微做一下記號 就是你剛剛大概哪個地方你要補 你可以先全部用手摸一次 牽起來 那補的時候就一次來補它 補土的訣竅跟重點來了 如果今天你是用日式補刀 你的刀口 盡量把它壓乾淨 壓乾淨之後呢 撿一塊起來 讓它保持是這樣子的後裏 硬的補刀其實它比較適合補一些平面 好動在這個地方喔 我會從比較前面的地方 從後面往前壓 像這樣 然後抹過去 第一次的時候你會抹的會比較開一點 第二次 再稍微要比第一次再更施加壓力一點 重點就是 不要讓它上面有一些小氣泡跟小氣泡 那補肩也你是用橡膠刀 你可以把它裁成一半 用一半用你比較小 你比較好掌扣 好我們早上很大力尻這一下 把這一坨的正中心 往你的腰害點去壓 重點是左手的腹部 我在壓的時候 我自己的訣竅會稍微有一點 把它往上擠壓 弓起來 第一下的時候先重大力壓 第二下弓起來 擠過來 透上去 像這樣子 如果你看到第一下它有一點小洞的時候 通常我們再補第二下 再把它往下吸壓一點 盡量讓你上面的洞 越少越好 你要補的話就一次補到夠 你可以補多一點沒關係 補少的話 因為你又要再磨一次 就很麻煩 盡量把它補到沒有一些小坑洞就好 旁邊能夠把它拓開就拓開 那第一次通常是補它的大的幅度 第二次的補土呢 是在補那個幅度當中的一些基底線條 如果你是老經驗的人的話 你用手去摸 你就可以知道哪個地方需要補土 哪個地方不需要補土 那大家現在可以看到有幾個層次的顏色 第一個 是經過我們一次研磨之後補土的顏色 第二個 是它原本 它這個漆原本是車子藍色的 它藍色被研磨過的顏色 第三個 這是它以前底漆的顏色 這是合金底漆的顏色 那第四個呢 你看到這個還沒有被研磨過的 這是補土的顏色 所以今天我們把它研磨之後 就可以來上底漆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做最後一次研磨吧 在噴底漆之前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我們剛剛是用Sand打 大概給它出磨嘛 那現在我們要做的第二個動作呢 就是用水沙紙 你在噴底漆之前呢 就是上面會有一些油脂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髒污 那這個東西都會影響到你噴漆的品質 那記得你在磨漆面的時候 通常都是要用水沙紙 水沙紙呢 它因為用水當成介質跟介面 所以它在研磨的時候 不會把整個漆變成爛爛的改規 看起來這樣子 那一樣 在裡面記得加一些肥皂 加一些沐浴乳 洗髮乳都可以 那你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是會幫助一邊研磨一邊清洗 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沙紙的號數就非常重要了 有非常多的雜品牌 它的100號不是真的100號 它有200號不是真的200號 那基本上我們就用 3M的沙紙係數來做一個公規範 因為它的120號 磨起來跟一些奇怪牌子的120號 磨起來真的差滿多的會不會多 所以基本上我都會寧願 花貴一點的錢去買 比較好用的東西 這樣大家的工作效率也會比較好 那我們水沙紙用的號數呢 現在是用240的水沙紙把它淹沒 淹沒完就可以上底氣了 然後呢 買一台空壓機吹乾它 所以空壓機真的非常好用 每個人家裡都需要一盒 好了 等大家機會教育一下 現在這個是完全乾的顏色 然後像這個顏色 它比較深了一點點 看比較深的原因呢 你看 現在雖然看起來是乾了 但是它本身還有水氣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把它再吹得更乾 那另外一個方法 我們會用噴槍去烘它 這也是第二種方式 如果很慎重的跟大家講 如果今天你要用的是油槍 它裡面可能含有一點點油氣的話 那你千萬就不要用噴槍來噴它 可能大家會比較沒有經驗 你不知道大概要放在太陽下面曬 它才能夠把油氣揮發掉 如果你這時候用噴槍的話 它的火會串進去 它會爆發 很危險 所以基本上還是買空壓 空杯茶就好了 買空杯茶把它慢慢吹乾就可以了 用去自由 把你要噴的表面擦拭一次 那記得要在上風處 或者是要帶防毒面罩 好 那我們開始噴底序吧 好 當然除了傳統的 就是修車補土的方式之外呢 其實在現在也有一種新的技術 叫做奧衡修復 出發了 出發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